富人到大賣場購物 停好手推車 回頭準備拖賽蘭車時 想不到推車卻直直向下溜 就這麼剛好 撞上人行道上一名女子 女子腳後跟受到撞擊 整個人重心不穩 當場四腳朝天 重摔在地 實際回到事發現場 當時富人放置手推車的位置 就位在賣場外頭的斜坡 才會導致手推車不受控制 向下滑落 比較重的話 你自己再推會比較小心 對啊 你自己要控制 那個不行 會害到別人害己害人 熟悉賣場的客人 都知道賣場外頭有個斜坡 但當時張姓夫人粗心大意 想拉菜蘭車 卻反倒在斜坡上放開手推車 害得林姓女子遭撞 兩肩和背部都掛踩 事後林姓女子份兒提告 檢察官也依過失傷害 將張姓夫人起訴 雖然檢察官已經提起公訴 可是因為雙方已經和解了 那被害人也就策告了 這個案件也就終結了 過失傷害屬於告訴乃論 因為雙方事後達成和解 張姓夫人才免於走上法庭 只是一個小動作 受傷還被告 相信婦人下回到賣場 肯定會提高警覺 避免折祸相聲 接著楊宗盛由淘 台北參謀報導 等等幫大家科普一下 水神就是微酸性電解次氯酸水 跟病毒作用之後 會再還原沖水 溫和不刺激 也不會傷害肌膚 所以母親節要到了 還想不到到底要買什麼的話 趕快到快點購 記得輸入折扣代碼 CTI717 幫你把好康帶回家